唱歌 二十分 我跟你说 他就是给最低分 就怕主播就是 拿无论拿断 你拿有这样子 啥也不是 我浮生看去 那一年秋雨 落下的水底 却悄无声息 雕刻在石碑上的印记 是否隐藏着秘密 在你的眼神中 我看到了青丝顽缕 互相的忧郁 卸下琵琶的旋律 飘逸的外衣 街上招卖的小区 仿佛个空变换到哪里 一切模糊又清晰 几秒钟的世界 反弹不平凡的意义 零落飘起 遮住日落西 走一回断堂的故去 爱情画面如此的美丽 初步只是睡得我闭 淡淡言之遮住了思绪 小桌几杯却又醉意 多少冷人将想说话 三千里 伤口头有着的意义 感谢轻衣 谢谢轻衣 这是小姐姐对不对 谢谢谢谢 我今天收警里收到好多 好开心 今天就开张了 感谢轻衣 然后这次赖哥点了一首 清明上头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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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身的忧郁 写下琵琶的旋律 飘逸的外衣 接上招卖的小区 仿佛和空变换到哪里 一切模糊又清晰 几秒钟的世界 感叹过平凡的意义 零落飘起着逐日落戏 走一回断肠的故去 带起花脸如此的美丽 数不知失水的磨皮 淡淡胭脂遮住了思绪 笑着几杯却又醉意 多少冷静将书画在心里 生活脱掉着的意义 零落飘起着逐日落戏 走一回断肠的故去 爱起花脸如此的美丽 数不知失水的磨皮 淡淡胭脂遮住了思绪 小拙几杯却又醉意 多少冷静将书画三千里 上河头掉着的意义 还有感谢坏蛋 谢谢坏蛋 谢谢谢谢 希望你可以抽中我们的 大鱼花 大鲤铃 还有赞泽哥 谢谢谢谢 回重庆了呗 大龙 你看一下这个背景嘛 那肯定是在家二楼 在家只能带自己的卧室直播 关键是刚才为什么 强迫正真的 等会儿去把那个人拿走 没你蠢还干了件蠢事呢 真是的 过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